救护车十万火急沿路鸣敌 火速赶到一家汽车旅馆 将患者送往医院急救 嘉义县消防局5号傍晚获报 新港乡一家汽车旅馆内 有一名79岁老翁急需送医 救护人到场老翁衣着整齐 躺在床上呈现欧卡没了呼吸心跳 而旁边一名黄姓妇人 自称和死者张姓老翁 两人是朋友 相约在汽车旅馆见面 老翁要他帮忙剪头发 不料理发到一半 老翁突然身体不试晕倒 他赶紧请柜台人员 协助报案送医 新港分队于10月5日下午17点37分 接获指挥中心派遣 有民众于汽车旅馆内失去意识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该民众心肺功能停止 随即实施CPR送往医院救治 现场并没有打斗痕迹 初步排除外力介入 检警相验死者身体没有外伤 还要进一步抽血 以厘清真正死因 但两人相约汽车旅馆剪头发 老翁却意外丢了性命 很难叫人不起疑心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房子